神次哀语 活赞恩主 聆听哀语 安然自处 神的哀语读经系列 我是Lillian 今天的主题是 遵守圣言的诱福 三 经文选至环球圣经译本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所以 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 就像聪明的人 把自己的房子建造在盘石上 大雨倾盘 河水泛滥 强风吹杂 满击那房子 房子却不倒塌 因为他建基在盘石上 针研二十九章十八节 没有异象 文就放肆 确守律法 就为有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